那么开始,赶金手21号,戴达罗斯。 这因为要跑比较远的路,所以说优先来击破。 依然是神奇难度,依然是白人战。 诶诶,不对,这个直接贴这里吧。 点下配置。 再来是高手点输。 贴完了,开始上吧。 我应该好像应该把车开过去一点,然后再上去的。 这边是高手点输。 这个,现在有点太远了。 诶,想偷袭我这个。 好吧,因为反应过慢,还是被偷袭到了。 啊,这里还是没办法调整视角的。 原来如此,原来如此。 不要博士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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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面。 诶,我得上发烟桶都,这个伤害都。 不虚,完全不虚弹。 我看一下這一個傢伙是 折合HP是 啊 折合HP相當之多 這第七位多的 奈達羅斯 有360萬的折合HP 這裡是銀機出問題了 還是銀機武器出問題了 太明白了 反正先滅掉他再說吧 這幾位繼續下 等會兒啊 想想看 炎之忽深 然後超級線點滴 然後由這傢伙來輔責幹掉了 調整一下武器 反擊的時候用得著 這個由於 XMMX裡面 它這個攻擊力顯著增加了 所以說這基本上這個直升飛機已經不足為患了 否則的話以前 直升飛機裡面這個直升飛機是相當相當頭疼的 XX裡面最主要是移除了那個興奮器的使用上限 啊不是 極大的增加了這個興奮器的上限 啊有可能應該是對方的彈藥速度實在太快了 彈速比較快 來 打亂射 打一炮 打好一下 看看能打多少 他的血量是360萬的話是除以5 喔 T-SHOWA 我72万,这已经打了17万了这个,这你得有多菜啊这个 你把他补刀掉吧,这个大吼一下,然后那个继续用扶摇博士 原来扶摇博士用到一半也能够加工,也能够兵器的呢这个 我还以为这个,他这个动作是连续的,然后会僵化在那边的 才来并不完全是这样啊 大吼 哎,奇怪,前面用手机看的时候,看自己那个弹幕的时候,他这个还是八兆的 啊不是不是,还是那个什么超清的 现在再进,退了防御再进就变成那个超清,啊不是,就变成蓝光八兆了 哎呦,这真是有点奇怪 12-17,55-26,哇,29了,那真的是很快了 这一回合就直接带他走吧,也别跟他客气了 但是因为戴达罗斯远呢,我这个开场的话,如果能把戴达罗斯作为开场的话 那我就腾出来一个荡的位,腾到的位置 其实稳一点我应该还是把那个小飞机给干掉 因为我现在没有堆任何电铐,小飞机万一一个麻痹很容易出事的 哎,前面那个小飞机怎么回事啊,怎么突然之间没了 那个小飞机怎么回事啊 这等会儿只有看一下录像了吧 我不知道谁刚才看明白了吗,这个 有了 这点有了 对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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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想到的是为什么这个 他不大好了 这反而伤害降低了呢 还是说因为反击的关系 这也来说 他大好加成没那么多的 贴一下配置 二手点数 再来是战力 二十一号赏金手戴达罗斯 人几难度 九十九级白人战击破 赢了 我想想看 就直接存这里吧 太好了 倒入麻松了 考虑地戴达罗斯 收拾 转称 一项 它 抓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